好,大家好,我们上面的课程了解了,主要是了解了Docker的镜像 下面我们主要来了解Docker容器,容器管理 Docker镜像是非常关键,就是在使用Docker的过程当中 Docker镜像这一点和这一个环节是特别重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 那么有了镜像以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使用容器 那么Docker本身它是容器管理技术 所以Docker本身它不是虚拟化技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容器和虚拟机VM的这个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技术它解决的问题 以及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主要看这一层 这个是虚拟机管理程序 像KVM、RUN或者说其他的HyperV 接着一些虚拟化管理程序 那么对于Docker来说 它只有一个Docker,一个二进制文件 然后上面 我们装了KVM或者装了其他的虚拟化软件 像VMirror之类的 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再虚拟一个操作系统出来 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再才会去装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 然后再去提供这个服务 这是VM这种操作模式 那么容器的操作模式是 它没有这个虚拟机操作系统的这一层 它直接相当于是在上面直接运行容器 然后去提供服务 所以说容器它本身不是虚拟化技术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虚拟机是服务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这个杰偶 并且虚拟机操作系统它是比较重的 它特别大 起动的也比较 相对于容器来说它起动的是慢的 但是Docker这个它是更靠近应用的 它是更靠近应用这一层的 所以说它是应用和操作系统之间的这个杰偶 但是容器本身它就是进程 所以说它是输入镜上的一个进程 就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操作系统上面运行了十个容器 其实相当于是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又多了十个进程而已 其实Docker最关键的地方是Docker镜像 Docker image 那么image的标准化 促进了上下游的这个发展 比如说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是可以让开发测试运营 这三个部门之间协作更加方便 那么再详细了解一下容器是什么 我们再特别再强调一遍 容器的本质上它是进程 就相当于是操作系统上多了一个进程 我们原先是在一个操作系统上面去装很多个服务 比如说是Nginx Machargo或者其他的各种服务去掺杂到一个系统里面 那么现在有了容器以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我会在操作系统里面运行 比如说Machargo 容器 Nginx容器 或者Tomcat的容器 那会把这三个进程 全部打包在一个容器里面 这样的话 如果我这个进程想要的时候 我把这个容器启动起来 如果我这个进程 想把它杀起的时候 我把这个容器删掉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Machargo很显而易见 Doward它不是虚拟化技术 它最关键的点 它就是提出了Doward镜像的这个标准化 是通过Image这种概念 去打包了整个应用的异讯环境以及代码 OK 然后再强调一点就是容器它不等于微服务 那么容器中只推荐 或者说推荐 只运行一个服务 这里改 改一下 是运行 是运行一个服务 所以是容器它不等于微服务的 如果企业的业务它是微服务架构 那么用容器去管理的话 就会更加方便 但是很多企业的业务 它有很多都不是微服务架构 那么即使是单体应用 也是能在容器当中运行的 就是容器当中 如果是运行多个服务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需要结合进程管理工具 比如说Bibration或者说S6 这种进程管理工具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强调一下 因为容器本身就是进程 所以数据库容器也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如果运行数据库 我们不希望把数据也都丢掉 因为容器上一层写 如果这个容器最上面的那层 如果是不要了或者删掉了 那么里面的数据是被删掉的 但是Docker有一个参数式杠位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Docker的数据管理 就是Volume管理 怎么去实现 就是通过纲位 就能去把数据做好保护 这样的话 我们的容器删掉了以后 我们的数据还是在的 如果我们再重新创建一个容器 这样的话 那个数据又可以挂回去 跟原来一模一样 好 这个地方我们在后面会去细讲 我们这一个节课 主要明白的是容器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明白 要不然我们后续怎么去用 或者怎么去实践 然后实践起来就会特别别扭 因为一个东西如果用错了方向 就引用起来 或者它的价值就会体现的特别很少 就不明显 再强调一下 就是容器 其实就是输入机上的一个进程 好 那么容器 等会它到底有哪些优点 好 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是更轻量 那么第一个轻量的体现在 第一个是它的镜像之中特别小 我们方便去迁移 迁移的时候 如果说已经有了一些镜像重战的话 我们迁移变化的部分 比如代码 一般像一个袜包 或者说几十兆 或者几兆 那么资源利用率高 就是它没有虚拟机那么重 所以它的资源利率会更提高 第二是更快速 它是直接运行在输入机上 它就是输入机上的一个进程 所以起一个进程 特别快的 没有像虚拟机还要进行 CPU啊 内存啊 这种虚拟化的整个时间 消耗 并且Docker它利用率高 也体现在它没有像这个资源的一个损耗 第三个更便捷 Docker的安装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 怎么去装Docker 就通过一条命令 执行一个脚本 就可以把这个Docker装起来 然后也方便 也很方便的去使用 就是说 我们只要熟悉Docker的一些命令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起来 迁移方面 就是迁移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迁移Docker 我们迁移的时候 迁移的是容器的镜像 我们迁移的这个镜像 其实这个迁移其实都 如果说像Web服务 像NG运营这种服务 其实这个迁移的时候 都设定很少 我们会从镜像仓库当中去 直接再拉一个 到那个另外一台主机上 所以说这个迁移都会很少 这个数据量小 也体现在就是镜像的分层技术 就是 同一批镜像 如果说有很多个的层 它是重复的 它只会占用一份这个磁盘空间 好 这些以上都是容器的好处 那么容器 具体的应用场景 然后我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会逐渐的去告诉大家 好 我们这一刻重点就是要明白 容器是什么 好 再强调一遍 容器的本质就是进程 好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容器它本质上就是进程 它相当于是在数字机上 起了很多个进程而已 那么它最大的亮点 刀块最大的亮点 就是提出了这个镜像的标准化 那么实现了这个应用的这种变革的这个交付 好 那我们这一刻主要是了解容器是什么 容器本质上就是进程 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好 我们这一刻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